各位亲爱的姐妹 今天的圣经金句是 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 必实行我的旨意 伊撒二十先之书 五十五章十一节 特别是想跟大家分享 言语这两个字 说话 我们说说话 其实是一种自我的流露 自我的呈现 彰显 如果我不出声 人家不知我心里想什么 我开心不开心 有些人起来不形于色 但要说话的时候 很难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内心 很容易 有些说话流露了出来 人也是这样 天主更加如此 但天主的说话 流露出他对万物 对我们人那份的慈爱 天主创造一切 用他的说话 而万物 因着天主的语言 所创造出来的 也是完全的 归向天主 实行天主的旨意 因为万事万物 都是以他的本能来生活 比如太阳 星球 宇宙 都是运行 按照天主的规划 动物 都是本能的 肚饿 吃东西 口渴 喝水 他们不可能不听天主的命令 只有万物之中 就是人 就有自由 意志 不是按本能生活 于是我们可以选择 也可以犯罪 但如果我们犯罪 是不是没有实行天主的旨意 那天主的说话 就不靓呢? 很可惜 不是这样的 因为 到最后我们不听天主的说话 是我们受苦 记得很久之前 在做本堂的时候 有教友 很不开心 有一天来到我面前 就说 神父 可不可以为我的猫 来做尼撒 因为猫 过了身 死了 我就很耐性地解释给他 然后到最后 我告诉他 就不用 不用为你的猫 来做尼撒 祈祷 因为如果我可以升天堂 你的猫 一定可以升天堂 因为祂是按本能生活的 祂是不会犯罪的 不过猫的主人呢? 就不知道了 那我们自己 应该是很好的 聆听上主 对我们的说话 按照祂的旨意去生活 亦都就是 活在外之中 活在对人的关怀 体谅 怜悯之中 这样的话 我们都能够 按照天主的旨意去 完成我们的生命 从我口中所发出的言语 必实行我的旨意 伊撒尔有先知书 五十五章十一节